台皮英雄加入T1 League 在本土後衛短缺的情況下 找回離開球場三年的周思華重皮戰袍 過往他就曾經效力台皮 如今回鍋加盟老東家 成為新球季的一大亮點 回來打也不是說心態要調整 我覺得也不用調整什麼 因為畢竟這個原本就是我最 當初最熟悉也是最喜歡的運動 那這整個環境包括教練或者是 嚴格也是當初我最熟悉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調試上面 沒什麼太大的差異這樣 周思華現年33歲 在球隊陣中僅次於朱毅宗 是第二資深的球員 儘管三年沒有在職業賽場打球 不過他一直有在維持體能狀態 體型已久結實沒有一次的墜肉 體能上就算戴著口罩操練 也不顯皮態 完全能跟上球隊的訓練節奏 現在我們的中央軍人其實也做了 蠻勤的啦 我們的體能訓練師也其實 在我們重量訓練上面 他也著重的蠻多的 那剛開始回來的一兩週 會稍微比較累一點 可是後來到現在為止 大概已經兩個月了吧 對就是已經可以完全跟上 然後在體能上面也 就是進步不少這樣 昔日有火爆浪子支撐的周姿華 退休後發展副業當老闆開餐廳 他這次付出 心態上也變得更成熟 認為職業球員就應該上井發條 隨時準備好擦亮台皮的態度招牌 職業球員就是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缺少的是什麼 所以你必須要去增加 你在職業上場上你的更多的武器 所以包括重量啊 包括投籃或者是一些 運球個人的基本動作 我覺得這都是職業球員 你自己要知道說 你自己個人缺少什麼東西 然後這是你自己要去 找時間去加強的東西 T1除了美隊可以有三名洋將之外 還引進亞洲外援制度 周姿華在球隊後場人手短缺的情況下 被球隊賦予重任 從防守做起 希望成為球隊最穩定的力量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做好吧 就是包括 守洋將也好 或者是 就剛剛講的 在小安休息的時候 或是缺賽的希望下 在球隊後衛這個缺口上面 然後帶領這些年輕球員把 就是 把球隊的戰績維持好這樣 對 然後維持球隊一樣的運作 然後一樣的風格跟打法 我覺得這是 我第一年回來就是比較 需要做到的事情 球風強硬的周姿華 儘管不是最亮眼的球員 但他將以自身的經驗幫助球隊 在攻守兩端發揮應有的水準 成為板凳上的一枚波棋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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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